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却一直提不起来 到现在甚至已经沦落到了 铁路没火车 机场放牛 码头堆没的地步了 说到这儿 相信许多小伙伴已经猜到了 没错 它就是堪称中国最费钱的县城 广东西部的罗定 据说早在一万年前就已经有人在这里生活了 阿里说这里的地理环境如此优越 应该发展得特别快 特别好才是 但事实上却恰恰相反 可能是因为罗定在上个世纪90年代发展太好的缘故 促使当地政府开始膨胀 决定自己筹钱修建码头铁路和机场 完全没有依赖国家的资金 就完成了这几个大工程 虽然这件事在全国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但当地政府却因此背下了高达数十亿的债务 这对一个年收入不足八百万的政府来说 简直是天文数字了 直至2006年 无法通行的铁路被拍卖了出去 成为了全国第一条私人铁路 在后来常年废弃的码头开始被发电厂用来堆煤 而飞机厂则成了放牛的地方 可以说是相当败家了 对此 小伙伴们是怎么看的呢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